刘雪华的老公邓玉坤在上海这楼身亡 而邓玉坤的儿子邓天兴 昨天到了殡仪馆为父亲办理后事 深情相当哀妻 谈到刘雪华的雪华妈妈 她说她最近的状况虽然不好 但也并没有借酒交仇 还要劝她有多吃点东西 而父亲的遗体呢 这两天就会火化 把骨灰带回台湾 头戴鸭神帽身穿黑色T恤 邓玉坤的儿子邓天兴 一早现身上海龙华殡仪馆 为父亲办后事 包括邓玉坤的弟弟在内 一行三四个人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仔细挑选了寿意和告别式的会场 当中并没有刘雪华的身影 在父亲坠了后 首度面对媒体镜头 邓天兴神色哀妻 她快步离开殡仪馆 不愿多谈 她雪华姐现在的心情如何 听说她现在借酒交仇 是不是 没有 对于媒体报道 刘雪华目前仍处在 深深的自责当中 睡得很少 食不下咽 勉强吃稀饭度日 她说 德玉坤的遗体将在上海火化骨灰将会带回台湾 预计告别式就会在这两天举行 这是新闻于威尔德上海采访报道